這個是 ㄍㄧㄥ 嗯 絕對不會是做餃子 沒什麼味道耶 獵人 你怎麼要哭了 很感動 阿根廷 Empanada 啊 快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屏夢朋友 沒錯 今天是美食獵人評實力第二集 上一集呢很開心 收到了還蠻不錯的回想 然後也有收到一些反饋 有人就問 為什麼這個美食獵人不是特瑞克的那個美食獵人 而是我們的HunterHunter的美食獵人呢 因為我很喜歡獵人 所以呢 我這個美食獵人評實力的企劃 就是想要重現 我們獵人裡面 門期考官的那一個獵人試驗 沒錯 還沒有提過這一系列的觀眾 我來簡單說明一下規則 我的助理會在這個浩瀚的宇宙裡面 找一個我沒有聽過的料理 給我完整的食材之後呢 讓我完美的複製出來 那我的神力助理 今天的料理是什麼呢 來 嗯 這個是 因 呃 因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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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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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有番茄 有洋蔥 有牛角肉 基本上已經跟什麼義大利麵啊 義大利燉飯啊 不會相去到哪裡了 那所以我們應該要有一個主食 待會應該是什麼麵 然後或者是飯之類的 對吧 那加上這一個呢 這是水餃米耶 沒錯 絕對不會是做餃子 你們不可能 不可能那麼簡單 如此大膽 我會做千層麵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千層麵呢 是因為就剛才我看這面的食材 我卻覺得應該是義大利麵 或者是義大利燉飯 或者有可能是牧羊人派 結果呢餃子皮一送上來 嚇死 牧羊人派應該就先去除掉了 燉飯也去除掉了 但是如果用這個把它切成麵的話呢 感覺也很奇怪 就是你買義大利麵就好了 因為你知道千層麵它是一大張皮的 所以比較有可能會是用這個餃子皮來做 應該是千層麵吧 今天有提示嗎 呵呵 有 你阿富貴有提示你是哪個國家 海外 那提示之前你要猜猜看嗎 英國 英國 不對 今天有紅椒粉跟辣椒粉 西班牙 嗯 它跟西班牙有關係 但不是在西班牙附近 所以可能是在沃西哥 是在南美沒錯 請公布我們好帥不帥喔 是阿根廷 蛤 阿根廷有千層麵嗎 哈哈 但因為上次觀眾說 你的挑戰好像也太嚴苛了 哎喲 所以我們決定給你 BONUS的提示 哇 謝謝觀眾 愛你 我愛你們 謝謝 這一次的提示呢 有吃吃看 摸摸看 跟摸摸看 看你抽到哪一個了 那我要 吃吃看 お願いします 噴摸看 欸 這好像是最沒用的耶 怎麼抽到哪一個感覺 感覺最沒有用的 嗯 好啦好啦那麻煩了 這樣有得到嗎 你拿過來了嗎 有有有 嗯 欸沒什麼味道耶 完蛋了 完蛋 完蛋 觀眾給你的提示 完蛋 絕對不會是做餃子 它有點沒什麼味道 是有麵粉的味道沒錯 但是其他的我聞不太出來 我知道了 我已經腦海中的那個形狀了 就是因為它番茄 牛肉味道沒有那麼重 所以它全部在下面 它最上面是鋪千層麵 然後跟可能橄欖之類的 拍什麼 所以我今天有可能會過關囉 嗯 耶 好 那我們來 開始料理 切成麵裡面會放蔥也 是滿怪的 還是這個是那個阿根廷的料理方式 誰知道的 千層麵 千層麵 你是不是討厭餃子 我沒有討厭啊 我很喜歡吃餃子 但是我就覺得阿根廷那餃子感覺好像就搭不上邊 你是不是 唉 唉 葉仁 你什麼樣哭了 我很感動 你很感動 就在做這些料理的時候呢 我覺得感動到那個 前門的 智慧 唉 欸 美絲真的是最棒的 好啦 我們翻譯切丁 切丁 沒錯 確定喔 下去就回不去喔 首先我們的扇頭 再來是我們的洋蔥 又夠 嗯 這就對了 這就對了 這真的太香了 太完美了 喔 我懂了 這個肉非常的大量 阿根廷是落實性的嘛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千層麵 它是以肉很多的千層麵為主的 對 我就想說一千層麵 一般來說會有什麼番茄或白醬方餅嗎 接下來呢 下我們的番茄 來 我們的橄欖裡面也要加一點 這也是事業的一環 開這個蓋子真的很難 好香喔 我的媽呀 好 再來 鮮味炒水 匈牙利紅椒粉 辣椒粉 來點黑胡椒 好好聽啊 這個真的很好吃 然後最後我們蔥花下去 我們的料就完成了 真有你的阿根廷 你確定阿根廷都這樣做嗎 為什麼阿根廷都這樣做嗎 為什麼阿根廷都這樣做這個時間 就是我已經做到基本上已經七成了 然後跟我講這句話 超級可怕 但是這鍋 聞起來看起來都蠻好的 這次味道我可以拿十分嗎 我們現在呢餡料已經好了 我們就要煮餃子皮 因為我們這一道它沒有起司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應該不會拿去焗烤 就不會拿去烤箱烤 所以裡面的所有東西都要是熟的 所以就要先燙 什麼麵粉 怪人 欸我跟你講我超級喜歡聞麵粉的味道 就是這種麵疙瘩啊 就是上來的時候我都會把它拿起來 然後這個一定要一片一片夾下去 不然它會黏 不然它會黏 好啦我們水餃皮煮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組裝時間 把我們的餃子皮 一層疊個兩天這樣 我懂了 製作中改良 那麼多顆蛋 肯定至少會用到兩顆以上 應該是在其中一層的時候 可能先打入一顆 然後呢 可能最上面再打一顆 最後再拿去烤 對 就是你到時候 你到時候打開吃的時候 你知道就會有那個蛋黃 你知道嗎 超完美 這道料理 我只能說很高級 層次很豐富 最上面就麵皮 然後呢 跟蛋 待會呢 就拿去烤 烤到蛋稍微有點 半熟就好了 我現在就來聞聞看 沒錯 現在都是麵粉味 味道一樣就對了 味道一樣 現在味道是一樣的 都是麵粉的味道 在上面 一個蛋 現在長這個樣子 把它拿去烤 烤到蛋半熟 切開來蛋黃會流出來的那種 現在拿去烤 決定 決定 烤完就結束了 沒錯 一定是啦 好 要打開來看成果囉 哇 唉唷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哇 很讚耶 美食列人拼食禮 Empanada 送菜 我們美食列了第二集的美食禮了 今天也會有原食物吧 沒錯 準備揭曉了嗎 好來 這就是正牌的阿根廷Empanada 好 看 沒錯 它就是餃子 怎麼真的是餃子 絕對不會是做餃子 都給你水餃皮了 不是欸 因為我覺得阿根廷料理跟水餃 有點難 連想到你知道嗎 我們買的水餃皮其實有點小啦 本來想要提醒你說 可能要把它擀開一點之類的 但你就直接說了要用 切成麵 好像蠻有趣的 然後你不提醒我了嗎 剛剛這個外表差那麼多 那我今天這個肯定失敗阿 這個外表相似度肯定是0分阿 對對對 一樣的食材內容 做出了不一樣的東西 好沒關係我們來試吃 我先把蛋弄破 我現在已經悲極生熱了 反正 苦衷做了 對苦衷做了 反正橫數 橫數都是死 來囉 很完美耶 很好吃 我把那個牛肉的香味都炒出來了 你知道嗎 我正式宣布 今天這個世界上多了一個新的料理 PIN PANADA 真的好吃耶 你們吃吃看 這個有種千層麵的感覺 對這個就是 城市還蠻豐富的千層麵 重點是因為它裡面我直接放了雙蛋 所以那個就是有加一點蛋黃的感覺 很濕滑 整個是還蠻異國風味的 而且我的辣椒我覺得加的恰到好處 有那個辣味 然後再加橄欖 畫龍點睛 加橄欖之後它的味道就有跑出來 整道有點像是 南美洲的那種家常料理的那種感覺 嗯嗯嗯嗯嗯 對 好 好 今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表 它就是一顆炸餃子 那我先吃囉 哇 它外面的皮 你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做得有點像是 酥皮跟水餃皮的中間 就是麵皮烤酥的那個香味 然後跟裡面的辣牛肉 它的大概比我還要再辣一點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的麵皮比較完整 然後它的麵皮是用炸過的 所以它的麵的風味比較足 然後跟它裡面的餡料做一些中和 嗯 這一家的Empanada它的腳皮是拿去油炸的 嗯嗯嗯嗯 對 所以它是把炒熟的餡料之後 然後用皮包裹起來之後再拿去做油炸的 意思就是說我這一道料理全部的步驟做法 只有最後 不一樣 它會把它包起來 我超好的餡料之後呢把它鋪上去 餡料的做法是一樣的不錯 嗯 嗯 它是西班牙語的包裹的意思 所以它是把一些就是大家常吃的一些餡料把它包起來 然後阿根廷的話有被西班牙統治過嘛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 流到了阿根廷 餅盤nada就是阿根廷的街頭小吃 啊 所以像是我們的水煎包肉粽的那種感覺 哇 這街頭小吃耶 國民小吃的那種 對 然後我剛剛發現 它的蛋好像是水煮蛋 然後把它切進去對不對 沒錯 它的蛋是水煮蛋 有點像做成蛋沙拉那種感覺 然後滿有趣的是 餅盤nada在阿根廷也有南北之鎮 在不同的縣市他們做的阿根廷餡餅 其實量會不一樣 因為它會指包雞肉 有指包辣牛肉 然後有人會把它做成甜的 然後有人會覺得說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做甜的 然後有人會覺得說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做甜的 還跟我們的粽子一樣 沒錯 南北粽 就會有一些阿根廷餡餅之戰 你知道嗎 不過我去阿根廷的話我應該會很常買這個來吃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炸麵粉 因為麵粉的香味 所以大家把它記出來 我覺得我知道 就是我的麵粉香味就比較有那麼充足 可是這個 麵粉香味超棒 我愛阿根廷料理 好了 到我們的殘酷的時間 究竟今天的美食戀人平實力 會不會過關呢 當然是 沒通過 你沉默那麼久懷孕 你要說過 因為很好吃之類的 沒辦法 這外觀完全全 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睡覺一 做我千層面 你心病太重了 對 我不應該那麼懷疑你們 你怎麼老呢 你不得不穩 年紀錄 你不得不穩 你又不得不穩